就这个星期三 5月10号下午4点钟 NCC关中天的这个北高刑要做出判决 我们要拼个公道正义 我们把中天案和禁电室案放在一起来看 就是裴伟涉嫌官说完全都没有事 那反而中天是因为我们监督政府的罪执政党 所以要被关台下架吗 针对这个NCC省禁电室的这个案子 我们看到是蔡英文的文胆姚仁多 那她同时也是挂名静周刊的特约总组笔 她昨天在脸书上发了一篇长文 漏漏灯写了很多 其中有特别提到高高在上的NCC委员们 为什么给了执照却不给上架 一拖再拖世界上有这种道理吗 NCC有责任让一个好的新闻台 出现在台湾乐听人眼前 里面她甚至提到了很多 说尤其什么静周刊的社长裴伟 给他很大的挥洒空间 其实当时也在有一些关于 会得罪执政党的一些新闻报道 也都没就是挺住压力 也都可以继续出刊曝光等等 讲了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姚仁多认为台湾社会有个迷思 就是大家很自然认为 民进党任内通过的一个电视台 就一定是亲民进党的电视台 但她提到了禁电视有多好多好 看过禁电视的人都知道 这个不是事实 我们看到民众党立委陈往慧 就说看到了姚仁多 试图为禁电视跟裴伟洗白 而且带风向指责 在野党监督禁电视的深涉案 都是为了政治斗争 她真的觉得很悲哀 姚仁多亲自示范了静周刊 禁电视根本就没有完成切割 难道NCC主委陈耀祥还要继续硬闯吗 简秋 陈伟师在我的节目上讲的话 她说其实都是吹牛 碰碰碰碰 就是说我也没有真的 蔡总统削扮下来 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这些官员就乖乖听我的话等等 但是她有一部分她是承认的 而且甚至大家踏法 就是针对NCC 尤其是主委陈耀祥 无能 然后是不是没有听话办事 没有快速按照指令办理 所以无能 批评NCC主委陈耀祥 她这件事情上面的专业度是受质疑的 其实我一直认为 不管是静周刊 中天都应该要受到非常公平的审查制度 理论上今年是也邀请了很多专业的媒体朋友 到了那里去难道就没有这个知识良心 就要被整个抹成某一种特定的颜色吗 应该有给他们公平的机会 这也是有很多人的家庭的生计要顾及 可是重点现在就不是在这里就是在于说如果说你表现出来的团队 或者说你说表现出来的所有现在目前的政策指标 其实有几个绩效 还有这个效益 然后跟政治党政党色彩其中指标可以看嘛 现在他在网路上播 其实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 那就效益来讲 可能会是中天的百万分之一吗 我不知道啦 但我真的是看到的数字是不太好看 表示在市场定位上 他不太高 不太有价值 再来这个不管是跟台式比较起来 当时台式非凡也想要进入频道 也想要成立电视台等等 这些这个竞逐里头 竞逐的条件里面利润来讲 他们用于发要给的 包括相关的这个费用 资费啊等等都是比较高 对纳税人来讲也都是比较有利的 就不采用 就反而有其他的别的比较低效益的 就企业来讲是不可能的的选项 然后最后政党色彩 其实像姚仁多 像这样出来帮他喊话 其实只会让大家更觉得 哇果然嘛 就是绿的门面帮忙洗门风 其实他应该要想办法用更客观 更专业的角度来证明自己的专业度 这样才能够公平嘛 因为对中天来讲已经太不公平了 所有把中天给关台的这个要件 裁罚的标准这些案件 一个一个都被打脸 如果十个曾经被裁罚的案子 都被法院说 你根本就是罚的不正当 罚的有错误 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期待 跟社会标准的时候 那十个标准是个案例 等于根本 这个裁罚是违法的 是违反民意的 所以我才说 我在节目上也喊说 喊话赖清德 如果你真的要让2024的选战 成为一个民主专制的一个对决的话 请让中天赴台 请让NCC的陈耀祥下台 就这么简单 因为NCC陈耀祥他所代表的 就是一个把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剥夺 甚至扼杀了新闻自由的 代表了民进党权力傲慢 跟为所欲为的这样的象征 如果蔡英文时代有这样子一个官员 把最基本的民营党的创党精神跟价值给杀了的话 赖清德 你应该把他恢复啊 你不是当时创党精神里面告诉大家 我多么的怀念我当时的创党先辈们 先辈 旺旺先辈 先辈们 大家怎么对于新闻自由跟言论价值的坚持 就算被抓去关了 甚至送了命了 也在所不惜 但大家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言论跟新闻的价值 可以独立客观的做评论跟做分析跟报道 那么台湾没有这样的空间了耶 居然在法院已经都打脸到这样的程度之后 陈耀祥都成为被告了 还要坚持进行审查 其实这都静周刊 静电视同样都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已经就光是这些前提 就让大家不信任 如果一个更客观的学界 大家坐下来 客观的衡量相关指标 刚刚我讲的效益 媒体还有这个民众支持的这个效益的时候 他可以更名正言顺的取得证照 如果真的取得的话 那现在已经被 变成大家觉得心目中 跟这个民进党的筷子手 站在一起的这样的媒体的时候 他们自己的专业也一样被抹杀啦 那这样是不公平的 那么NCC现在的所有的做法 只会让台湾往专制的路线走 那么当然也要还给 中天电视一个公道啊 对就在这个星期三下午的四点钟 我们经过了这个两年来的漫长诉讼 所以在今天下午 在这个5月10号下午的四点钟 台北行政高等法院会有一审宣判 我们会全程直播 那我知道这段时间以来 其实因为我们中天一直被指控说 什么被罚的次数太多啦 内控失灵啊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十连拜 NCC十连拜 NCC被十次打脸 所以换句话说呢 大家都在问 这两年前的关台基础 是不是已经丧失了 所以兵哥我们也特别期待 星期三下午的司法正义 我觉得不要太期待 好歹有事就开始法院犯案了 因为我说真的 之前你们那个十连胜 那是一回事 因为那是针对一个一个的个案 对 可是这个如果他派你们证诉 这个知识非常体大 是啊 因为请问一下 他能够回复到中天 没有被处罚前的状态吗 他有没有办法回复 没有办法的 因为华社已经到了52台去了 那整个你们中间 经过这两年多的损失 到底谁来负担 那这中间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他怎么去弄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以一般正常的状况来讲 我老实讲 我不认为 法官会有这么强烈的道德勇 去做这样的判决 所以 我当然希望 他们是真的有 那也能够做出一个 能够为后世子孙 作为榜样的一个判决 可是抱歉 我对人性向来 没有这么高的信心 所以 我必须这样讲 恐怕 大家也不要过度的乐观 但反正就在后天嘛 所以我们看就知道 那至于说禁电视这个东西 我是真的觉得 有很多很瞎 你们不是一直在告诉我们说 禁电视跟金头看两个是分开的 完全切割的 对 他们里面的人也都这样说 结果你现在这样跳出来 就是不演了 就是 就是我这件事吗 所以你在告诉我们 以前对你们所有一切指控都是真的 不就是这个事吗 你这要自证其罪 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